文化局副局长陈玉昕与影后桂轮美手持象征时间的沙漏 宣告2022台北文学月影展即将登场 今年影展以法国文豪普鲁斯特 以及希腊电影大师安泽罗普洛斯两位大师作为焦点影人 而担任影展嘉宾的影后桂轮美 就读法文系的经历以及一直以来的演出 都与这次文学月影展相当紧密 那我自己身为一名演员 其实文学跟电影对我来说是看世界的窗 他们总是带给我非常丰富的启发跟灵感 那安泽罗普洛斯他是希腊大师级的导演 我第一次接触他的作品是在大学时期 那个时候就被他很失忆的长镜头 却富含非常多的元素 然后他带领我们去看见时代的变迁 还有人物在这个时代之中载福载成的命运 甚至在他很深浓成郁的这个物中风景当中 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导演想要表达 对于当下社会的意见跟对人文的关怀 然后这一次呢非常感谢台北文学月影展 能够举办安泽罗普洛斯的回顾展 这次有十部他的作品而且都是最新的数位修复版本 相信曾经被这个导演感动过的旧影迷 或者是愿意这一次走进他物中风景的新朋友 真的不容错过这次的影展 那我们这次要谈到就是世事百年的法国拒破普鲁斯特 追忆四水年华是他非常重要 也是被二十世纪誉为最重要的小说之一 相信喜欢文学的读者们 对于这部小说都觉得会是一个立志要攀上的高峰 然后追忆四水年华呢 他是首开了意识流小说的先河 透过普鲁斯特以一种很富有影像的写作方式 读者们可以透过他字里行间的描述 去感受到主人翁 他的意识 他的思绪 甚至他丰富的情感 然后时间这个事情在普鲁斯特的笔下 也变得非常有一个丰富的维度跟情感 那我们这一次百年的普鲁斯特 也有非常多的活动在文学际会百花齐放 大家不容错过 那我自己身为一名演员呢 其实非常的荣幸可以跟不同风格的导演合作 进入在不同时间跟空间的故事当中 然后也走进不同的角色去体验他们的生命历程跟喜怒哀乐 当然也记录下了当时候的我自己和我们所处在的这个时代 然后也想要跟大家说 在现在我们对于未来都不确定性的时候 我们重温普鲁斯特跟安哲罗普洛斯 大家一定可以感受到在这个时间长河之下 我们是多么的渺小 然后时间抛选过后留存下的记忆 是多么的民族珍贵 之前有看到 因为我们已经有在社群平台发布这样的讯息 非常多影迷都非常期待 特别是今年的安哲罗普洛斯 集结了十部的作品 应该算是一次呈现最多他作品的一次的影展的呈现 所以我相信所有的影迷们可以非常非常期待 这一次影展的这个作品 那这当中当然非常谢谢法国在台协会 从去年的法国新浪潮 一直到今年普斯特的作品 都给我们非常多的支援跟协助 所以让这些精彩的作品可以重现 另外一个让我非常期待的 就是每年的影展嘉宾 那今年真的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影后 跟的美小姐来担任我们的影展嘉宾 除了她本身的作品 其实也非常具有诗意之外 因为她自己也是法文系毕业 那跟我们这一次的作品也有相当的连结 那谢谢她愿意就是来做这样子的分享 本次影展有多部作品改编或启发自 普鲁斯特的《追忆四水年花》 作品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 也开启意识流小说之先河 另外影展将放映长镜头之父 安泽罗普洛斯十部全新修复版 用影像临时探索生命的意义 安泽罗普洛斯的首号当然是 最主要是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导演 然后很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再看一次 所以今年真的时间上是非常凑巧 也是去年我们在做法国新浪潮的主题的时候 在阅读很多资料的时候就发现 其实安泽罗普洛斯他立志开始要拍摄电影 是因为看了高达的《断了起》 然后后来他被法国高等电影学院退学之后 他跟老师吵架然后退学了 退学之后他去上了是法国的纪录片导演 上胡取的人类学的纪录片的课程 然后接下来他也就开始了他自己的长达 十几年的这个漫长的拍摄的岁月 那我觉得今年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不管是安泽罗普洛斯或者是普鲁斯特 都是关于时间 那甚至我们应该更扩大的来讲 其实所有的电影或所有的艺术作品 都是一种时间的创作 那时间这个意义其实在影像上 我们看到了不只是此刻更是永恒 然后此时此刻我们的感受 或者是大家可能现在每天的两点钟 我们都要盯着这个疾管家 或者是这个疫情报告 然后这个确诊的人数不断的破 不断的高增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时刻 我们到底应该关注的是什么 那所以透过今年的影展 我其实觉得时间的意义 不管是在普鲁斯特的文学作品 以及他的电影改编作品中 或者是安泽罗普洛斯他的物中风景 他透过他的影像去把整个希腊近代 以及古代的神话 然后以及他历经了战争 纷乱 飘比 飘零的 这所有的兴趣融合在一个长镜头里面 这个就是时间 那这个时间其实也是此刻的我们 所以此刻的我们 其实可能我们上一秒还在讨论 家里的小孩要不要打疫苗 然后我家的社区又有确诊了 这个快筛没有买到怎么办这样子 但是下一秒 这些痛苦其实或这一些的忙碌 都会变成此时此刻的经验 生命经验 或许过了十年再回过了 我想在2022年的那一年 我曾经因为疫情而有所恐惧跟焦虑 但也因为这样的恐惧焦虑 我进了电影院 看了普鲁斯特的电影 看了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 我看到希腊几百年来的流亡的宿命 然后也感受到普鲁斯特因为一个小小的 马德连蛋糕的香气而回忆起他的童年往事 所有的一切都会凝聚成一时一刻 那这个就是我们存在的现实 2022台北文学月影展 共选映15部经典代表作 带领观众从电影作品中 展开一场文学的时空旅行 用影像见证哲学与文学的相遇 再现时代的风华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